英明男子为了买知名老店的手工水饺 就把车违规停在公车停靠区 公车司机担心乘客上下车的安全 就按了喇叭提醒 结果男子情绪瞬间失控 还冲上公车标骂司机 离谱的过程也被乘客拍下来 短法男子火气很大 快步冲上前怒呛司机 巴什么巴 你大哥我都在那里 你在那里 你把他 冰市车违规占用公车停靠区 被按喇叭提醒 驾驶居然还恼羞成怒 冲上公车找司机理论 男子呈口舌之快 标骂完装没事 不赶快把车开走 而是大摇大摆又走进水饺店继续买 这短短10秒过程 让公车上乘客全看傻眼 按到第二声的时候 司机就在旁边就是叫嚣说 是在巴什么这样 公车司机就想说 也不想要就是再去跟他争执什么 因为前面也有乘客在的 其实蛮多乘客都有被吓到 台北市民族西路上 这家知名手工水饺店 每到晚上生意兴隆 短髮男子生业也跑来买 明知道自己围停在店前的公车停靠区 被司机提醒不但不理还发飙 实在太离谱 反正都会排队 每次来都会排队 不然你是外带又是没用 通常我看到我就在那里 因为这边都常常出现了 这个路段车流量大 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公车停靠站十公尺内是进停车 最高可处一千两百元罚还 提醒您可别为了想买美食而违规 才不会还没吃到嘴 就先吃上罚单 就李彩山张元杰台报导